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大家同一提 公会战Clan War 这一场是我近期打的 拿着这架E-100 在最后10秒钟才进入 因为不知道有 突然之间 喂 来了 就冲进去 看到每个人在公会战中的重要性都很高 简单讲一讲就是 公会战和你一般打的街场有最大的分别 就是大家会在一个team chart 指挥官会安排一些战术 作为其中一份子 最重要是执行被安排的位置 和大家的行动应该是要很一致 和你街场的不同 就是自己喜欢去A 去A 去B 顺带一提 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战略 我们将指挥官和队员之间的对话抽起 和尽量将放出来的资讯缩少 今集最主要想让大家感受一下气氛 和大家的行动和普通街场有什么不同 第二个和街场不同的是 因为公会战没有级数的限制 所以你会发现所有人都会用最好的车 即是10级车和最好的蛋 即是全部用金蛋 是没有人欺负的 在公会战里面 如果你差一点地 那公会是会有收入的 你当然打得好时 你都可以分得到 但最重要不是这里 而是你感受到那个 好intensity 即是那个紧张性 还有你合作做一段 一件事 赢了或是输了 那样的感觉也是很不同的 那我今场里面 我反映的角色就是 拿着E-18 是一个防守性的位置 那你见到前面 我们的指挥官在飘 收集一下情报 那E-18 重坦呢 我越来越喜欢这辆车 因为它的防守的感觉很强 那你在公里战里面 大部分的角色做一个囤的角色 通常攻击的动作 会比一些快速的中坦去做 例如Bad Chat 或者Object 140 而你重坦呢 行动缓慢的时候 你通常是做一个防守性 你最大的作用就是 捱打 没错 你不需要做出很高的伤害 或者怎么样 你的目的是 将别人对方的攻击 拖延 有多久 使用队友 可以打破 或是打破 或是打破 你等着 你会看到 在捱打方面 E-18是十分闪长的 你见到我们在这里 开始部署 也未见到 4分钟 你这个也跟外面的街场不同 因为工会里面的行动是一齐的 在头一段很长的时间 大家都会摸索对方 不会轻轻网 好了 我们暂时飞一飞这段 我们去一去 这个离了的地方 我们等会见 过了8-9分钟 我在这个位置 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见到我们 我们的指挥官 在北面 已经开始组织 我们的攻势 因为在工会战里 如果和 判双方都输 所以最后 大家摸摸 对方的底牌 摸到差不多 就要开始做 我攻会战和街场 也有另一个很大分别 虽然我只是打了几次 就是 因为他们的攻击 和防守 的行动 是很一致的 譬如我在这个位置 等了差不多8-9分钟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我刚才打的时候 你会觉得 嘩... 什么都看不到 很闷啊 在硬硬硬 但你可以在10秒钟之前 什么都看不到 10秒钟之后 突然在地图上 拼拼拼拼拼拼 已经有6-7架10级车 已经向你冲过来 再过20秒钟 它已经去到你身边 你已经死了 前后不到30秒的时候 事情只不过前后不到30秒 所以你经常是要保持这个警告 我知道他们已经来攻势 你在地图上 已经看到6-7架车 已经向着这个基地去到的进发 我可惜第一次跑不穿 在我们只有3架车 我在这个时候 只能够 跟你说 保持冷静 但第二次都打不穿的时候 我的人开始有点猛 我看到队友Duster在前面 是Latter-1 我知道很快就会被人捏 2-4-6-8加 我控制住自己不要冲出去的冲动 你看,就是这么快 2架车 还要捱了炮 你见到对方的BATCHAT T6-2A 4-5架的中坦 我想在后面兜过来 而他们的重坦已经开始去到CAP 我和文浩在这里抵抗他们 我们知道 要随时帮我们的BATCHAT 随时帮我们的BATCHAT 随时帮我们的BATCHAT 我看到前面有62A BATCHAT T6-4 其中另外一个62A 在后面兜过来 文浩闪开了它的时候 我和他都意识到 在后面兜过来 我们不可以让人在后面兜过来 所以我捱了一招 因为我们要重新重备 CAP 我做得很好 他重新重备了一次 哇 前面兜过来 前面兜过去和BATCHAT 在前面兜过去 我和文浩就对着这两架 认识这两架中坦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我现在心里想着 我如何可以捱到醉 捱得越多炒越好 一招,两招,三招,四招 五招 我之前也教过 就是你如果要套锁 可以加快炮炸的旋转 我看到跟Duncan 帮我解围的时候 分散了其中一个 是一个62A的 因为它是一个autoloader 它运动比较快 所以我知道它一定会杀掉 所以就开始转定炮塔 对着140 很辛苦 勉强 就解决了它 我认识Duncan 也是要犧牲了 这里你也会看到重坦 其中一个 你的工作就是 你经常要预测对手和形势 有一个预测 有一个预测 因为当事情发生 你才再转炮塔 去行动的时候 已经太慢了 Samuel和Super Phone 这一段时间 两个终枪都快过来 解围了 我现在放下了心头大踢 打这个Bat Chat 唉 怎料这样也穿不到 这个时候剩下50秒左右 应该大家都要和 但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 想怎样 其实我应该要做 就是上山上 去掩护我其余的队友 让他们不需要死 因为你看到上面 他在推下来 你看到被人打了 24 6 8 10 14 14炮 但只有6炮 有2炮 那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越来越喜欢 这一把 我们来看看 战后报告 这场最后是和了 我打完之后 我都问自己 如果我最后的10秒钟 入不前来 没有错过这一场 公会战的时候 对结果有没有很大的影响呢 当然这个永远都不知道 但是 我做这段影片出来 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 公会战的气氛 和紧张的感觉 特别如果你是没玩过 都可以尝试去参与一下 我一共发了9炮 6炮穿了 6炮中6炮穿 但伤害只有1791 因为很多都打断带 譬如这个E5 只是断带 之后 这一架Bag7 又只是断带 只有两架有伤害 但是 最无法展现 E8的特色 就是 捱打的能力 你看到两架中弹 对了凑了十几炮 一架是15炮 11炮都穿 因为他们全都用金弹 只有4炮 是不穿的 一架挡了的潜在伤害 是3390 我觉得对今场我自己表现 都OK满意 因为 你做了 E8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 你将对方的弓势拖延到一个地步 要么 你的队友可以将 别人的攻击解构 甚至可以帮你 这段影片就差不多完 希望大家喜欢 大家有什么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